Hello,大家好! 以《愛麗絲夢遊仙境》為藍本 Skullpander的明日奇景系列 帶你走進真實與虛幻交織的空間 一起看看抽獲獸感! 全系列最輕的是信蟲的利 它六面都能動 搖動時會聽到配件細緻的聲音 偏輕的款式有外表冷漠的利 它上下房動的空間比左右大 魚頓的利跟它差不多那麼輕 六面都能仿動 感覺玩偶集中在中間 重點的款式有幾個 包括有智慧的利 它前後底部能摸到玩偶 上下搖入雜盒感 差不多重的有關切質亂 但它就摸不到任何東西 上下搖的時候有打盒感 同一個重量的大膽妄撞的利 它前後中部能摸到玩偶 四面都有打盒感 至於坐立不安的利 它上下搖的時候打盒感明顯 但前後左右的空間很小 其中一個名額就是膽怯害羞的利 它左右能摸到它的方盒 有一種平面的感覺 重點的憂心忠忠的利 它六面打盒感 感覺公仔不大 偏重的款式有壞脾氣的利 除了重之外 它還很悶 因為四面的中部能摸到它的披風 再重點的是睡不著的利 它雖然悶 但摸不到任何東西 而且上下能輕微放動 全系列最重的就是容懶的利 它搖不動 而且前後底部能摸到對定 今次的隱藏款名為我自己 它是偏重的款 四面打盒 左右能感受到平面 以不同的角色表現不同的性格 今次的蠻餅真的設計得很出色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